今儿了 今天在网上火灾 除了大连的卢书记 还有咱们沈阳的小伙张乃文 他拍的那段视频简直是太好了 但是我觉得里面的含义更让人感动 这里是我们熟悉的相书关二期 这里是我们的家六号楼 2020年末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这里是沈阳第一批被隔离的园区 六号楼是园区内唯一单独隔离的一栋楼 1月8号对于居住在这种楼里的186户居民来说 真是个想放烟花的好日子 因为他们的小区被降为第一风险区 隔离进入了倒计时期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这个航拍视频的关注 拍摄这个视频是为了庆祝我们接到了解放倒计时的通知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来纪念这一顿抗击疫情 居家隔离的经历 同时感谢在疫情期间为我们辛勤付出的医护工作人员 志愿者 同安干警 社区和物业服务的工作人员 在我将这个航拍计划发到我们一组区里以后 大家给予了非常高的积极的回应 邻居们通过手绘 台旗 标语等多种各样的形式 在窗前做了布置 使原本一次平凡无奇的航拍飞行 变得更有正能量 更具纪念意义 一个个手绘的标语一张张可爱的笑脸 是感动 是温暖 更是力量 隔离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为了这座城市 我们一定行 希望大家能牵起手来 互相基地 我们共同努力 沈阳加油 中国加油 预计明后天 相书完二期就要解除隔离了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大伙 挺住 加油